字幕志愿者 台湾 又欢迎回到我的Foodlog channel 我是Edmond 昌少 大家好 早安 这100地平地天是最早一步的分摄 其实有一家店 可能晚上就知道要買什麼在半斤現打 其實晚上是去買一個Bulao Gatam Steam Boots 但早上你買什麼可能你都不知道 其實早上你想吃簡單的早餐 炒米粉、糯米飯、經濟粉 都可以過來這裡 一想到這些東西一定是想到八十 其實半斤現打也有得吃 這裡真是好做 因為那些做工的人 或者讀書都可以過來這裡打包 他說差不多7點已經開始陸陸續過來打包 聽網友說這間店都差不多有十幾年 近期才知道有這間店 附近我也不知道 可能你也不知道 我趕快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Let's go man OK 所以現在大概是早上7點 都差不多坐滿人 大家可以過來吃早餐 其實不是晚上是早上 開始都陸陸續做得很多人 我看看今天有什麼東西吃 也有我們平時吃的炒米粉、炒飯 冷藏人 讓你先看一看 你們有什麼吃 看一看 到今天 今天有什麼美好的東西 吃呀 蚊姨麵 OK 蚊姨麵 幫我 先幫我擀盒 我正拍攝 蚊姨麵 蚊姨麵 有一點 沌下麵 芿粉 少量 米粉 像一餐的樣子 OK 加一個荷包蛋 薩巴甜醬咖喱 一點薩巴 是 這個樣子也是糯米飯 有什麼分別 一個有臘腸,一個沒有臘腸 OK 還有一個大雞腿 我很想吃雞腿,但太早了 所以我都不愛吃雞腿 都愛吃普通的炒米粉 經濟米粉 再加一個午餐肉 多少錢? 謝謝 我說OK 簡單,想吃一個早餐 你看看我吃什麼炒米粉 加個午餐肉,加個荷包蛋 我拍了這麼多集錄 我都沒有試過這麼多起身拍 因為這間店 差不多早上買完就收到 因為它是買一些 屬於經濟米粉 經濟麵,有些糯米飯 都是我們平時早上會吃的東西 很適合那些 我去做工,準備讀書 差不多接近7點 很多人都過來打包 過來唐吃 以此這樣的檔口 其實不是沒有 其實在這裡越來越少 平時都是去茶餐室 都是吃一些 湯粉 咖喱麵 豬肉粉 今天我自己就叫了一個 簡單的經濟米粉 加多一個午餐肉 荷包蛋 7口前 我覺得OK 如果你有經過班加建達 之後 你不想吃這些 這麼低的湯粉 都可以過來吃經濟米 都是多一個選擇 幸好女網友跟我說 在湯小粉 現在都有一家 經濟米粉放口 你可以試試 我今天就 露機 早點起床 過來拍一拍 說真的 我真的很久沒吃過 類似這樣的做餐 因為平時 我印象中以前 打包的經濟米粉 都是去巴塞打包 因為我也是很喜歡 吃糯米飯 加一些花生 其實每個社區 都有經濟米粉 現在開始都是不多 我說 有你做餐可以推薦 都可以讓我知道 有空就去拍一張 那邊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選擇 就是在班單演打區 班單區 你想吃的經濟米粉 都可以過來這裡 所以有時候看到 那些客人 應該是熟悉故客 早知道自己 什麼都可以 很多人都過來打包 其實都不用怎麼說 那些米粉 有怎麼說好吃 都是平時我們 會吃到的東西 所以不用特地說 評論 是米粉有米粉味 麵有麵味 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我想說 他們這個 蝦米森巴 真的很好吃 你配一點點麵來吃 整個麵都很香 我覺得拿來送 炒飯也不錯 一定要去拿蝦米森巴 這個真的 吃起來真的很香 這個真的 可能這個也是他們的招牌之類 我真的很少外面有蝦米森巴 你們都一定要點這個 我平時都不要變 加一些醬料 這個真的 蝦米森巴是好吃 一絕 剛才我買了蝦米森巴 這裏幾點賣光 這裏六點多都可以吃 六點多差不多接近九點 就賣光了 但沒有想說 都會有其他食物 都有一些 辣絲蘿蜜 雲吞麵 還有豬肉粉 我印象中 我沒吃過夜晚的 這裏的傳統 普拉克丹的 不在這裏 我通常都是有利吃的 我先過來試試 OK 剛剛吃了一個好 簡單單單的 一個經濟米粉 加個荷包蛋 午餐都OK 其實有時 早上 都不想吃太多的 有時簡單單單 一個經濟米粉 其實都是OK的 所以有時都說 簡單就是一種幸福 這裏是星期一 開到星期六 然後差不多早上 六點多買到 差不多八九點就賣光了 所以這裏是星期日 沒有開的 所以你們有經過 都可以過來試試 其實這裏沒有什麼名字 這裏都是叫做 布奈克丹 晚上真的買 布奈克丹 想吃一些經濟米粉 都可以過來 其實這裏 人潮 是不斷的 都會過來 都是那些熟客仔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裏是做吃什麼的 真的 真心推介給大家 這裏是去的 蝦味森巴 真的一流 吃下去 整個人都醒了 OK 今天算是吃了一個簡單單的做餐 是笨蛋硬蛋的 布奈克丹 所以你們有經過這裏 都可以過來試試 OK 今天的小小的Vlog 就到此為止 繼續關注我倡事的Vlog 更加多的美食 拜拜